跟他的國民一樣的待遇 那叫國民待遇原則 現在是沒有關稅 你不用繳關稅就可以得到國民待遇 沒有政府的管制 你不用經歷政府管制 克服政府管制的成本 你就可以享受跟中國大陸一樣的國民待遇 我們兩岸如果談到最後最高境界 就是台灣人可以享受大陸的國民待遇 大陸的人可以享受台灣的國民待遇 各位給你大陸的國民待遇你要不要 跨省移動要入條 換行業也要允許 有領導 有同志 你給大陸國民待遇 他來這裡租書 不審查 對不對 直接書給 只要登記就好了 我去大陸 我就書在大陸出前提子 第一 出版商要想要去拿到出版條 那是企劃經濟總沒有關稅 你不只是要得到許可 許可條上面還告訴你公司出幾個 第二件事 要審查 審查完發現我的最後一章 我覺得很精彩 我寫西班牙阿摩托這個導演 非常棒的一部電影 叫我的母親 分析這整個電影 我覺得非常棒的一部電影 對不起 這章不可以做的 因為裡面有台上場景 托爾時代是俄國共產黨的聖 我裡頭寫了托爾時代的傳記 一公分 五個部分 對不起 第五個部分不可以做的 為什麼 因為涉及宗教 你知不知在這種國民待遇 所以馬凱也公開講了嘛 兩個有什麼好談的 國體完全不懂 它是人制 女事 法制 怎麼談都沒有用 連說我那麼大的公司 都把你吞掉 就把你吞掉 什麼保障 什麼MTA 什麼東西 有一個台商 在大陸經營十年 好不容易打下來一片天 幫助他的路幹 他很感恩 就給了這個路幹 百日之十的國會成台灣 這個路幹也很懂人情 這個台商要回台灣的時候 特地去拖人 找特殊管道 買到兩瓶免酒 大陸加酒太多了 特地跟這個台商一樣 這個來路非常複雜 經過中南海 你放心吧 台商就把這酒帶走 要回台灣 到了機場 所以機場的安全的人 就把他抓走了 打開這瓶免酒 那邊都是部品 唯一實行 我告訴過你的 那是一個中央國家 你談什麼貿易協定 所以 根本就是不同的國體 你永遠不可能平等 資金融問題在這個地方 生意人可以跑過去 想辦法撈一筆 看能不能打外招 政府可以嗎? 我們可不可以說 好 兩岸建立 服務貿易協定 撈個錢 解決了我們的國債問題 馬上宣佈不跟你玩 不是這樣子的 大陸不是正常國家 兩岸不是正常國家 為什麼那麼喜歡貿易 為什麼那麼喜歡自由貿易 沒有服貿台灣怎麼辦 我必須要往下 繼續要回答這個問題 要回答 沒有服貿台灣怎麼辦 你看 政府一直威脅廣告我們大家 台灣不能鎖國 台灣不能鎖不出去 我先告訴你們 你走去那地方是不對的 你到黑道總壇去 你一個清純美麗的少女 每次去黑道總壇 都會被幫助帶頭能道 你一定讓你叫他出去幹什麼 你當然是跟他一開始講 你先練一下空手道 跆拳道 最好是幹什麼 沒有誰家有九陰神經 叫九陽明神 你功夫練好也練出去 你要有能力跟人家談判 談出不要說優惠 你至少要對等條件 我們連談判的能力都沒有 每次出去都被人家淪暴 都被人家欺負 被人家垂了 投過血流 你到底去幹什麼 第一個 因為你學會談判 還有有能力談判 根本就是非常大的問題 第二 如果你的產業就是很重 你自由貿易 你就是被人家欺負 你有什麼好處可得 你還想不到把你的產業提升 這個如果你把產業提升 你本來是有WTO的同行動 你本來就到處都可以去 你根本就不需要再簽FTA了 你以為WTO最後一國待遇是什麼 對不對 那為什麼一直要去講自由貿易理論 我很簡單跟各位講 它大概的概念是怎樣 從沒有關稅變成有關稅 基本上因為有了關稅 這個從生產到消費這一端 多出了關稅這個成本 所以成本會增加 所以消費者的價格會提高 所以我們的消費者會受害 那有些雲飲食的生產者 他會得到一點好處 然後政府因為有稅收 政府會得到好處 那這個得到壞處 這兩個得到好處 可是整個他們可以分析出來 最後的結果 是這個壞處大於這兩個好處 所以最後淨損私資者 所以所有的經濟學的理論 基本上是反對有關稅 希望徹底的貿易資料化 但是這個徹底的貿易資料化 做了非常多的假設 其中包括一個假設叫做 沒有國際來貿易平常 這個在現實上不會這樣發生 第二個很重要的 沒有去考慮到的問題 你說消費者會得到好處 可是做事的產業裡頭 有人失業 失業的人得到什麼好處 他沒有錢消費 他哪能得到好處 他只有精神資料 但是經濟學並沒有認真去面對 現實跟理想模型的差異 不是說一直沒有面對 一直有人反對 但是這個反對的理由證據不充分 而且在早期在做關稅開放的時候 像我最近看到一篇 就是克魯曼的寫的一個文章 他跟那個Joseph D.Blees 兩個都弄配有經濟獎金屬 他們都同意見識 在1960年代 因為全球的關稅非常的高 30%到40% 甚至有200%的 從那麼高降到現在平均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了 大概都是不到10個的省 這個降幅這麼大的過程中 確實促進了全球的經濟 GDP的發展 但是分配出了問題 難道分配出問題 我待會再講 不過至少GDP是有增長 但是到了現在 其實全世界大家 關稅已經都很低了 你還想要再靠開運 降低關稅來刺激經濟的增長 已經不太有可能 所以自由貿易過去是利大於弊 到今天自由貿易 你繼續推動會是利大於弊 所以這兩個弄略 講得主已經都反對 進一步的進行 我在國內沒有聽到 有好好去談這什麼事 所以最大的問題 都是來自於經濟學的 理想的理論假設 跟現實世界有很多的落差 那麼 我講幾個具體的 現實跟理想的落差 當然基本的概念是這樣 自由貿易之後 會促進全世界的分空 每一個國家 生產自己擅長的東西 那我的強勢的產業會擴張 我的弱勢的產業會消失 沒有關係 弱勢產業消失以後 它就到 因為強勢的產業有擴張 弱勢產業的員工 就到強勢的產業去修 那因為它從弱勢產業 到了強勢的產業 所以它從事的是 比較生產價值比較高的東西 比較高的附加價值的活動 所以整個合起來 全國的經濟就在上市 這個美好的理論 有很多現實的問題 沒有認真去考慮 我等一下會講 這個是經濟學家後來發現 很多現實問題跟理論不一樣 我從工程師的角度告訴各位 經濟學家一直沒有認真理性的事情 我的理論是 強勢產業的營業額擴大 所以它的屁股的年光會增加 我告訴各位 這個邏輯是錯的 當強勢的產業營業額擴大的時候 會刺激它、鼓勵它自動化 它本來呢 它只有達到自動化的規模的80% 所以它不能自動化 它全部都是一工人 可是因為擴張成兩倍 它超越了自動化的門檻 它會自動化 它反而是營業額擴大一倍 從業人口是比較擴大 所以當自由化跟自動化一起發生的時候 就會有一大堆的產業的功能就不見 就失業 那台灣又有一群很蠢的人 自以為了不起 弱勢產業沒有競爭力會消失 我是強者 我不會有問題 你搞錯了 我舉一個例子 當傳統的報紙這個媒體 因為要負擔報紙的印刷費 跟報紙的流通的這個程度 它的成本非常高 使得它生存不下去 報紙倒閉了 網路媒體勳集 網路媒體是一個新興的強勢產業 傳統的報紙導熱 對強勢產業網路媒體有什麼影響 傳統報紙的編輯記者專長仍舊在 可以轉越到網路 網路媒體變成從業員工工業過剩 過度競爭 造成什麼結果 投資下去 但是網路媒體的售價並沒有下降 誰得利 老闆 所以當自由化加上自動化的結果 會使少數人的所得急劇成長 使大多數人所得下降 這個事情已經發生過30年了 在這30年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 所以有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 在重新檢討這些東西 但這些東西教科書還沒改 接下來 分工不一定會達成 兩個國家分工一定達成 是有特殊的假定 不講細節 分工不一定會達成 下來 分工的成本太高 不一定會發生 它的意思是 我用極端的例子講給你 加油TPP 農業能夠減少40% 但是它在做那個模型分析 分析它的經濟利益的時候 它用的是新古典主義的模型 Neoclastic Model 這個模型裡頭已經假設了中文就業 中文就業的假設就是 農業人口40%的聖人事業 富棒均控 它就強制產業它誇張 所以這些同工就蓋著竹筒到 去當股票會計時 因為它可以分析農產品的企劃 理論跟現實有落差 這個問題 有些少數的經濟學者一直都在衝 但有很多學者一直不願意面對 其實 Joseph Stiglitz跟Paul Krugman 通通都講過 這一套舊的理論到今天 已經被人罵死了 之所以人就是主流 因為他討好媒體 他討好老闆 他排好財產 因為他對財產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 這個全球的問題 談經濟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GDP不重要 我們過去16年來 GDP一直成長 但是我們的實質薪水是倒墜的 但是我說的實質薪水是指明性 你如果把這16年來 我們的公時的成長再算進來 你把薪水除一公時 我們的月薪倒退的更嚴重 所以如果政府還要再賣任何東西給你 告訴他一句話 不要跟我講GDP 告訴我實薪 實薪還是我在乎的 上次我來這裡講過 寶洛克魯曼的這個Strategy 就是戰略貿易裡面 它的基本概念是這樣 我這個賈國它的A產業 比乙國的A產業更弱 所以原來貿易的時候 我的A產業會受傷 但是我政府故意給補貼 我一旦政府給了補貼 我的A產業就變成是有競爭力 反而把乙國的A產業給打賣 那經濟學者都反規使用這種策略 因為使用這種策略 它的最後的結果常常會是這樣 只有A產業獲利 假國的總所得降低 以國總所得也降低 所以經濟學者都認為 這不是好的經濟政策 可是我們活在現實世界的人 都知道已經是 這樣的事情一定會發生 為什麼 因為A產業會 A產業會就跟馬英九那個白癡說 欸 馬總統就是好的 你看 馬總統不願意跟人民對話 不願意跟學生對話 他開始找共商大佬去了 他有可能去共商大佬 當年要福嗎 就是那一群人要的 他們要回去參加十二五建設 對不對 馬英九就不要接見他了 你乾脆跟習近平一起聯繫接見這些 要不然你們一起到福建去慶祝十二五建設 你不願意面對人民 你只面對財產 這就是自由貿易今天最大問題 Joseph Stigler就在講這件事 今天的自由貿易是 犧牲絕大多數人的福祉 只為了成全少數Top 10%的有錢人 而這個決策的過程是通過平主程序 你如果是通過商業的法規 商業的競爭 而這個Top 10%能得到好處 我認了 你怎麼可以用政府的決定 讓百分之九十的人 受到百分之十的人得利 你說違背民主嘛 政府代表誰 代表所有人啊 政府只可以犧牲百分之十的人 去成全百分之九十的人 政府絕不可以犧牲百分之九十去成全百分之十 所以Joseph Stigler 他在罵這個自由貿易的時候 他就直接講 這根本就是違背民主的東西 所以福茂你一定要想清楚 利大於弊 利大於弊 利終於跑出來了 注意看 今天誰去總統武器中道 趕快把民主記起來 利就是他 除了這一陣之外 他永遠躲在你幹部腦裡 克魯曼談TPP 他的文章的名字叫No Big Deal 沒有什麼了解 他說 TPP就算談過了 對美國也沒有用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的關稅已經太低了 這個是美國進口的平均關稅 1993年的時候 平均關稅已經剩下3.4% 差不多3.3% 到了2013年的時候 已經剩下1.4% 1.4%怎麼再接 所以我們政府一直跟我們講說 加入TPP有多大多大多大好處 騙人 你現在以WTO會員的身份 所享受的最後一國待遇 已經就是這麼多了 你還要談什麼 這個1%主要是保護什麼 保護農業 保護紡織業 美國可以沒有農業嗎 你要讓整個美國 重新變成西部大草原 那麼荒唐的事 但美國的所有農民不是起來抗暴嗎 不可能再戰 美國可不可以不保護他的紡織業 所有國家都有弱勢的人 弱勢的人一定要在弱勢產業就業 你經濟權者根本是腦袋壞掉 你怎麼會想要消滅所有的弱勢產業 你消滅所有的弱勢產業 那弱勢的人去哪裡就業 你要讓那個發展職環的人 到副班金工去當高天經理人是不是 莫名其妙的事情嘛 所以全世界所有國家為了政治的穩定 為了社會的穩定 為了公平與正義 他一定要有做事產業 讓做事人口就業嘛 就業權是所有的人的基本人權嘛 所以這個已經沒辦法讓了嘛 所以客國人就講的 就不可能再讓了啊 你在談有什麼用 TPP可以談到哪裡去 Sticklish講的更後證 如果不降關稅 剩下就是去政府管制 從1960年代講去管制已經講了50次 剛開始的解除的管制 當然是荒唐的政府管制 早就已經都取消了 然後再來呢 有爭議的管制也已經取消了 再來呢 剩下的都是不能夠取消的耶 我們現在已經被B4要吃瘦肉心耶 剩下的管制是保護消費者的健康 保護勞工的基本權益 保護土地保護環境耶 TPP要談的是要解除這些東西耶 所以Sticklish反對嘛 當然反對的人有理嘛 所以你要想想看 自由化已經談50年 不是昨天開始啦 所以那個經濟學教科書 那個是50年前 1970年代一直寫到現在 40年代一直不換教科書 然後考出一群學生說 不明天講的都可以教科書講的不一樣 40年了 總要有人講不一樣了吧 我有讀書耶 我有讀論文 不是不讀書不讀 不讀論文 亂講話的 所以Sticklish反對 進一步的貿易自由化嘛 那台安要去TPP幹什麼 我們的GDP 70%是國內的服務業創造的 我們的就業 70%是服務業創造的 我們的製造業佔30% 我們的出口 全部都是製造業 佔GDP的10%而已 製造業的出口 美國的工業產品的 入口關稅已經接近頂 你拿TPP幹什麼 政府一直在騙我們啊 把關稅拿出來給我看啊 所以美國有經濟學者做了研究 過去30年來GDP的成長被TOP10%吃光了 發展那裡可勝的人 是十字首歌下降 這是民主國家非常荒唐的一件事 民主國家怎麼會有政策 是犧牲90%的人 成群10%的人 因為被騙 民主是一場大騙 並不是民主天生教師大騙 因為我們不願意懂 因為我們的媒體被裁罰 懂被裁罰買掉 因為我們的媒體 只報導對裁罰有利的事情 最簡單一件事就是廣告 誰把實貌揭露出來 大老闆第二天就不給廣告 還不是這樣 你寫敏感一點的東西 你的總計就要先問大老闆 自由貿易再抗自動化 使得美國的製造業 就越跟產值這樣提取下來了 金融業的產值這樣上升 美國的GDP上升 是被金融業跟專業服務業的人賺取 真正的壽星階級 大量的壽星階級在製造業裡 根本就是死亡 這是經濟上實際發生的事 必須發生的事 必須有人去給予真實的理解 台灣怎麼辦 那天當然講說台灣要走出去 台灣不能守國 我台灣沒有守國 我一早就已經是WTO的會 我必須被人家輪爆很多次了 我們身上的出口 通通都是製造業 製造業都已經接近靈魂 所以你還一直要出去幹什麼 你是為了財團特殊的利益 為了跟它交換 一直在犧牲我們大家 所以我們必須要了解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自由貿易 我們的關鍵是你有沒有本事出去 你有沒有能力談判 我們這個問題是 關稅已經這麼低了 你到底是你的製造業能力強不強嗎 你產業升級你就自然走得出去 我們現在的關鍵根本不是在關稅 是在產業沒有升級 產業為什麼沒有升級 70%的基金的資金壓在炒作土地上 產業怎麼升級 因為胡志強開個快速登奧路 從台中市開到了和平江 和平江的山地 山裡面的地 林地 一公禽幾十萬 大陸一開完 一坪六十萬 漲三天被 資金到那去啊 欸 怎麼有財團 眼光這麼準 就知道快速到路的出口 就幹嘛就在這裡 想也知道 就是因為它買在那裡 所以出口才會在那裡 靠政府做過 你看 一個中國大陸四個直轄市 一個台灣六個原轄市 其中 台北、新北跟陶衛來三個連在一起 世界幾千 一條高速高鐵 三百四十公里 剩十二個載 南港、台北、關交合起來就三個載 這些二位幹什麼 搞定 第一個 高雄捷運 已經陪得高雄的不知道怎麼辦 中央政府不知道怎麼辦 台中還在搞捷運 台中的記者 記者說什麼 這一定是賠錢的 他說 台中那麼小 兩個同事住同一棟房子 一起騎摩托車去上班 去高鐵還在找停車位 另外一個已經到公司了 你如果台中一定要公共運輸 你就搞輕軌捷運 歐洲大部分的城市都搞輕軌捷運 你搞地下的捷運 所有的技術都是國外的 台灣花那麼多的錢 全部都在扶植國外的人的產業 增加他們的就業務 你把它全部搞成地面上的輕軌捷運 所有技術全部台灣百分之百自己 投資多少錢 就促進台灣多少的就業率 為什麼不做對這事 台灣可以做的非常多的事 都是國內可以做 國內都不做 政府一天都是在看財神要怎麼撈錢 就給他撈錢 我也覺得很蠢 你去搞進口的捷運 你能撈多少錢 你搞這種輕軌捷運 包工程 那可以賺多少錢 沒關係 輕軌捷運速度慢 包工程有弊端 不小心車子出軌 不會死 也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我就說 你一定要撈錢沒關係 你做好事撈錢 你不要做壞事撈錢 你為什麼那麼蠢 你不會衝你一點 做好製造錢 我們那有很多事可以做 我們不要去做蠢的事 政府跟我講深的是一片 當然應該要走出去 走去哪裡 當然是走市場擴張的國家 那個地方才有新的商機 對不對 這是基本常識 全世界的GDP層級的成長率 歐美的成長率越來越小 看到沒有 就是2008年金融風暴 反彈之後已經二次衰退了 歐美國家越來越少 金磚四國的GDP在支撐 全世界的經濟擴展 這是新的金磚四國 金磚四國裡頭 大陸當然是非常好 問題是 這是一個不正常國家 不正常的兩岸關係 再好的也要忍耐 你要一直流口水可以 你要一口咬上去 我們一直都在哀怨 台灣的人口太少 市場太小 我們只有2300萬人 我一直都沒有弄懂一件事 2300萬人就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不需要吃掉全世界 我們只要很小的市場 就可以兩國2300萬 大陸不能吃 還有一個叫印度人裡面聽錯過 你知不知道馬來西亞跟印尼 就是新的金磚四國 這兩個國家排華很嚴重 你知道嗎 為什麼排華 因為華人在那裡沒有政治地位 但是掌握了經濟的命令 你為什麼不跟他做生意 這些華僑裡面有一半的人 是台灣畢業的巧思 我見過 都有管理人 為什麼不跟他合作 我們為什麼有外勞 跑到台北火車站 想辦法把人家砍走 讓人家沒地方去 我如果是勞委會 我絕對是隨便去哪邊 架日嘛 隨便那個黨政關係 黨政商關係好的那個搭老闆 想說回去給那麼多好處 對不對 你公司禮拜今天沒事幹 你就借我用 我把這些外勞全部緊接 你不是回家緊接 對不對 沒問題 我就讓你照時間禮拜 禮拜完了以後 我請你吃科 還要幹嘛 我每次來 我就給你訪談兩小時 回教國家的生意師歐美 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因為回教有複雜的規定 回教的金融機構 不准有利息 就是阿拉規定 不是 默然忘記規定 葛蘭金裡頭規定 所以他們講出一個 非常奇怪的辦法 他主管的人全部都變古兜 你是分古籍沒有分歷史 所以他們為了符合葛蘭金 他們有一套非常複雜的操作模式 你為什麼不把這一群外勞找過來 我告訴你這一群人裡頭 敢這樣子跑到台灣來 而且聽說有些僱主會性侵女孩子 他還敢來 裡頭很多是有膽識 我為了照顧我爸爸媽媽去國外 我就變過一個非常聰明 非常沒有膽識 那個是可以在那一邊開槍癖頭的 為什麼能不收容 我們為什麼不去賣的地方 我們的出口到現在只有GDP的10% 審核應又很大嘛 如果跟美國人做生意一定要讓他輪爆 我說真的喔 我為什麼一定要跟美國人做生意 你為什麼這麼刀狂 你為什麼這麼沒空氣 你為什麼為了美國的落地簽證 你還要吃人家的瘦肉結 竟然用吃美國社會金換美簽 我真的弄不懂台灣成什麼腦袋 你看當年要換美簽的時候 美國失業率8%耶 你去美國消費是對他好還是對你好 可能你就一直覺得我是對自己好 去美國花錢他以為也是對自己好 我們去美國花錢 他失業率8%我會對他好 當然是換他吃瘦肉精 不是我吃瘦肉精 那台灣人不知道什麼腦袋 奴性那麼重 孫中剛剛早就講過了 中華民國要再起來要怎樣 要跟約定以平等帶我之民主合作 你要簽入外貿的協定 跟約定跟你平等部會的國家簽約 不要去跟那些欺負你的國家 這個世界那麼大 我們只有2300萬人 你一直都搞不懂 我們只有2300萬人 你老是以為我們只有100個腦袋 所以第一個事情 去找核四的地方 第二個核四的地方 就在這些國家 又不在歐美 雖然大陸是其中一個 忍耐不要去大陸 可不可以民進人跟我說老師 那你這樣把那個外貿的協定台 太複雜了 我說我們聘公務員 不是為了讓他做事輕鬆耶 你們就是這樣寵壞公務員 所以難怪每天都要考公務員 你公務員就做對的事做好的事 你不要管累不累嘛 對不對 你做錯的事那麼拼命幹什麼 我一定可以養你 讓你不做事 也不讓你做對我不好 我們到過去在歐美 我們的品牌不值錢 但是我們如果到其他國家去 我如果到土維奇 土維奇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虛星國家 我如果到印度 有沒有聽過台灣 不多 聽過台灣的可能對台灣印象不錯 你知道嗎 因為台灣是所謂的虛星國家的第一隻鳥 我們當年的亞洲斯小龍之頭 人家還是會有印象的 全世界頂級品牌的消費 最重要的消費市場在大陸 第二個就是印度 但是那個只佔他們國內的套關的場 可是它有廣大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有辨識能力的人 需不需要他們的禮拜 需不需要第二輪禮拜 你說中國加印度 而且是全世界頂級的 印度也是好幾億 你們只要一百分之一 因為買我們的東西 那就是多少 這就是幾百萬 你沒想過這樣一件事 所以我們其實度有很多 我們一直沒有認真去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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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